1月11日,微博之夜在京闪耀举办,红毯上也是群心会萃,但是原本预计在红毯亮相的张雪莹却未能及时赶上红毯。 随后张雪莹也发布表示因为赶上了北京晚高峰的交通拥堵,而不能出现在红毯。 虽然没有赶上红毯,雪莹还是天心附上四张今日微博之夜的造型美照。 亮片露背长裙,美丽中又带着小性感,让粉丝对今晚的微博之夜正式亮相的张雪莹倍感期待。 说到张雪莹,大家都非常熟悉,童星出道的张雪莹到现在出演作品无数,可以称得上是演艺圈里最年轻的戏骨了,小时候张雪莹陪做演员的姐姐去片场拍戏。 没想到在片场,张雪莹却被永乐英雄儿女剧组导演一眼看中,正好当时剧组就缺一个小演员,张雪莹就出演了这个小角色,从此也踏上了演艺之路。